3000公尺障碍 这个在中长距离独树一格的项目 除了要跑3000公尺 还要跨过障碍28次 包含7次必须越过水坑 除了要具备宿耐力 爆发力 激励 协调性 还要有反应力 等全面的能力 也因为高度的风险 大多数中长跑运动员都不敢尝试 而往往在这个项目 称霸世界的顶尖好手 在其他中长跑项目 都不是最顶尖的 直到这位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出现 他就是伊索比亚的Lamcha Derma 2023年6月9日 巴黎钻石大奖赛 Yeko Ingbertson改写了高悬26年的 两英里世界最佳 紧接着FaceKibiyagang 也刷新了5000公尺世界纪录 再来就是备受瞩目的3000公尺障碍登场 主角是伊索比亚的Lamcha Derma 赛前他已经发下挑战世界纪录的宣言 虽然在英语世界最大田径社群 Lets Run民调 有80%的田径迷 认为Derma破不了 CF Shaheen保持了19年的世界纪录 7分53秒63 不过名枪出发后 Derma马马上就跟上配数员 配数灯号被设定为世界纪录的均速 也许是没有理想的沟通 或是Derma为了要看清楚路径跟障碍 他前三圈大部分都跑在第二位配数员旁边 再跑到外侧多跑了不少距离 1000公尺以2分36秒65通过 比世界纪录配数还快了1秒 第一位配数员跑完三圈后下场 Derma在下一个水坑顺势超越第二位配数员 第二位配数员本来可能要配到第四圈或更多 但Derma持续加速甚至超越配数灯号的最前端 到了极限也就提早下场 接下来四圈就是Derma自己挑战世界纪录的配数 2000公尺Derma以5分12秒通过 第二个1000公尺是惊人的2分35秒49 已经把世界纪录拉开到2秒的距离 不过真正的挑战在最后两圈来临 也就是每个中场跑项目最痛苦 也是最关键的后1分3死点 配数灯号离Derma越来越近 但他稳稳守住完美的跑姿 不曾有任何转头查看的动作 配数灯号几度追上他的脚步 也许不要让灯号出现在余光 就是他前进的依据 他游走在极限边缘 跑在灯号前方 直到跨过最后的障碍 终点就在眼前时 他才首度回头确认灯号的位置 确定突破世界纪录后 高举双手通过终点 跑完当下气力放进躺在地上 最后1000公尺2分39秒97 真的是连最后冲刺都使不出来的尽全力了 Lamchia Derma的这个世界纪录 证明了Nash相信他的20% last round社群民调 对自己状态非常了解的他 表示一点都不惊讶 反而有这一刻终于到来的解放感 跳过世界U18 U20分0赛事的Derma 2019年时就跑出8分01秒36 年仅18岁就在市井赛拿下银牌 2021年他在室内3000公尺 跑出当时世界历代第6节的7分27秒98 展现了在没有障碍下也能跑出顶尖的实力 不过当时同场的同胞选手Janet Will和Soloman Baraga 分别跑出历代第2和第3节的7分24和7分26秒 他在奥运选择专攻3000公尺障碍 无独有耳的 他们三人都是2000年出生的新伊索皮亚黄金世代 Baraga也在该年的东京奥运拿下万米的金牌 而东京奥运的3000公尺障碍 Derma和摩洛哥的El Bakali 缠斗到最后的水坑 终点前直线气力放进 以2秒之差拿下银牌 2022年 Derma在世界室内锦标赛 没有障碍的3000公尺 以0.25秒之差 输给伊索皮亚队友 东京奥运万米王者Baraga拿下银牌 进入室外赛季 他在3000公尺障碍首度跑进8分内 设下生涯里程碑 来到市井赛再度对决奥运王者Baraga 这次跳过水坑后 他还紧咬不放 但跳过最后的障碍后的直线 还是不及Bakali的冲刺 再度趋距银牌 2023年 Derma的实力有了跳跃式的突破 他在室内3000公尺 以7分23秒81 超过1秒的差距 改写肯亚流星跑者Daniel Coleman 保持近26年的世界纪录 在世界舞台当了三年老二的他 终于让世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进入室外赛季 他在杜哈钻石联赛3000公尺 以7分26秒18击派一票顶尖好手 包括万米奥运金牌Baraga 还有在3000公尺障碍的宿敌Bakali 他甚至海放他7秒 在这意义重大的胜利以后 田径界也有了他有机会挑战 但3000公尺障碍世界纪录的呼声 他也亲自宣布证实了这个挑战 并在这次巴黎鑽石联赛成功集成了这个19年的世界纪录 而成为第一位拿下这个项目市井赛和奥运金牌的伊索比亚运动员 绝对是他奋斗的目标 他也宣布将挑战伊索比亚的1500公尺全国纪录 3分29秒91 正如我们在Yakob Ingbertson 改写两英里世界最佳的影片中说到 世界中场跑迎来了这批新的黄金世代 巧合的是 Germa和挪威的Yakob 还有乌干达的Yakob 都是2000年出生 连同1996年出生的Josia Chapter Guy 多项世界纪录已经被他们改写 现在只差难度更高的1500公尺 一英里和3000公尺了 有趣的是 这些纪录都是比他们大四分之一世纪的传奇人物 也许四分之一个世纪 会是未来田径界越境的周期吗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不停脚 下次见 欢迎订阅您的观察